印度经济在1990年代自由化之后起飞 人口政策由控制转为开放 今年4月总人口突破14亿2800万 成为全球之最 这当中劳动年龄人口逼近10亿人 傲视全球主要经济体 在此同时 过去两个世纪的人口霸主中国 则面临严重高龄化与一甲子来首次的人口下降 经济成长趋缓 加上疫情封锁 中美贸易科技战 地缘政治紧张 跨国企业跟投资者纷纷出走 分散供应链风险 印度总理莫迪高喊多年的印度制造 碰上了天时地利 扩大奖励招揽外国直接投资 推动能源转型与数位经济 苹果把供应链大量转移印度 这个礼拜 孟买开设第一家转卖店 半导体业也有意布局 不过不是资本充足 人力够多就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印度水电道路各项基础建设仍然落后 虽然资讯服务业发达 高科技业所需的熟练技工还是不足 外资对当地金融信贷体系 政策执行与司法公正都缺乏信心 莫迪的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 隐藏社会不安因子 都被视为投资风险 疫情期间大城市有四千万移工被迫返回农村 至今多数还留在当地 因为失业率仍然处在百分之八左右的高档 制造业工作比例持续下降 将近五成劳动力务农 农村大学生库马尔搭了一天一夜火车 到金融制度梦买 投靠姐夫一家 先在家庭工厂办公办读 期盼将来翻转人生 印度去年GDP3.38兆美元 跃居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预计今年经济成长也有6.7%以上 尽管出口亮眼 新增数百万中产阶级 但失业率也增加 因为成长集中在资本密集 而非劳力密集的产业 对广大劳工帮助不大 印度每年五百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市场 当地智库印度经济监测中心分析 若不能尽快提高工人技能 创造大量非农业领域 收入合一的好职缺 可能导致印度错过人口红利的发展优势 反而形成失业大军 助长社会动荡 另一个隐忧就是女性地位低下 社会压力迫使他们辞职回归家庭 乖乖当照顾者 女性劳动参与率全亚洲最低 只有25%左右 这代表好几亿人口的劳动力 没有适当发挥 在教育水准改善的今日 还是有很多女性被旧传统所困 印度人口不会永远年轻 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41年左右 到达巅峰 然后开始下降 南部旅游圣地克拉拉邦 大量青年外流 是目前全国唯一人口高龄化的地方 老人专业照顾 年金与极端气候冲击生活 是国家未来问题的缩影 在此同时 菲律宾 孟加拉 甚至越南等国 也正积极抢食国际供应链 转移的投资大柄 凭借更稳定的商业环境 与决策效率紧追在后 印度没有时间沾沾自喜 必须更加紧改善体质 抓住奇迹 公事新闻是会中编译 藤业 突然继续 类绥 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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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